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一位王姓的夫妇 他们在1950年随着国民政府 从大陆撤退到金门 然后再转到台湾来 那么当时他们在金门地方的时候 在路上遇到一位三岁迷路的小孩 在路旁哭泣 那么那个地方还蛮方凉的 没有什么人经过 当时他们在现场停留一段期间 等不到人来招令 所以就觉得很灵敏 这个小孩就把他缩养起来 也过得很幸福 那么第二年在1951年 某一天的晚上就发生一件怪事 王先生在睡梦中跳起来做得花呆 他太太也惊醒了 问王先生说什么事情 那王先生就说 我刚才做一个梦 梦到一个金官到我们家里来 他说他在厦门国共作战的时候阵亡 那么他的孩子 安置在金门 幸好经过我们梳流 保住他的骨肉 那他特地来道谢 并且说没有什么好报答的 只在他在台北市的中山北路 二段双城街十项25号 有一位叫李之北这个家中 他寄放着一纸皮箱 里面有新的西装四套 每超一百元 银颜三十美 请你们用杨某的名利前往起回 这位李之北的人会如数交给你 这是我对你们微薄礼物的一种感谢 你们一定要去哪 王先生还没有说完 王太太也很紧张 当然说奇怪奇怪 他说我也跟你做同样的梦 完全一样 这个东西 各位 因为我们这个恋力是不可思议 有些梦是很特别的 比如说我有一次 我就到宜蘭去关了一位连流 王姓的师姐 那他的爸爸是在 以前是补仪人家 后来他爸爸 我知道他爸爸后来死掉的时候 是癌症死掉 死在我们这个领口长庚医院 那我去他们宜蘭老家宋地藏经的时候 你看他爸爸还没有去脱胎转世 也就是说他爸爸还在轨道 飘而不定 还在受苦 那他也知道我是谁 所以这个轨道众生很厉害 我们讲说他有暴通 你不用跟他讲你叫什么名字 他就知道你叫什么名字 对不对 我去他家诵经 我们这王姓的师姐 他的妈妈就跟我讲一个故事 就王皇阿妹 他最近才刚往生活一百岁 心地很善良 我们这王师姐的妈妈就跟我讲一个笑话 因为他他先生后来死掉的时候 人都会有禽子牌围不弃 这个王皇阿妹这个老菩萨一个人在睡那个老家 睡老家有时候搬了起来 他感觉那个马路旁边 因为他们家靠近马路旁边 那有那个路灯 他感觉窗户旁边有一个人站着 他一进去看窗户旁边去看 因为他的镜子 那个床部的镜子是照着马路啊 他就在那边看的时候 他就看了一个人影子印在他的镜子上面 他吓一跳 当时他见到这个老人家的时候 他也忘记那是他先生 他讲这个故事给我就是说 我笑得不得了 我说你记得老公都认不出来 你看那个莲子大师说 七笔钩里面 恩爱夫妻一笔钩 在世的时候是夫妻见死 死了以后 他变成鬼到中心里都认不得了 他大概是在受苦 他有求于他 可是他也对他有个见恋 就是离不开他 就后来他那个王老太太一紧张 就跑到客堂去 客厅在那边 因为他只有一个人住在那边 他一紧张说一看那个遗照 那就是老公了 老公在窗户那边看我 就是我们王师姐的爸爸 以前是补于人家 所以这个很不可思议 不是说你想来脱胎就脱胎 所以佛在经典上讲 人来脱胎转世 叫蛮鬼亦伏木 就在大海里面 一只眼睛瞎到的雾龟 刚好在茫茫大海里面 有一颗木头 刚好里面有一颗孔 他刚好钻进去 还可以得救的机缘 就呼到岸边来 不是你想要来脱胎就来脱胎 对不对 结果我去他家送完地藏经以后 他就知道我家住哪里了 所以你往哪边跑 因果不空就是这个道理 结果他就真的到我家 因为我家的床铺 外面就是靠一个窗户 他就晚上真的来脱胎 就跟这个一样 他叫他说到中山北路窩囊 去找一个李之北先生 死相25号 他连门牌都讲出来了 我跟各位讲各位 那个鬼道状牌在跟你讲话的时候 他不要像这样出声音 用意念 我讲过很多次 用意念 你就知道他在讲什么 就像我们王师姐的爸爸一样 他说你送地藏经给我好不好 我第二天早上醒来 跟我师姐讲说 那个王某某那个师姐 他的爸爸说来找我 说叫我送地藏经给他 因为他隔了几天 我都没有缓印 我也没有马上去送地藏经给他 可能我一忙 就没有送地藏经给他 大概隔了两三天以后 他跟我太太入梦 他跟我太太怎么讲 他说拜托你跟你师兄讲 跟你先生讲 送地藏经给我好不好 但是我太太还没有跟我讲 他梦境的时候 我其实还没有跟我太太讲说 王师姐的爸爸来跟我托梦 是他讲出来以后 我说他两三千钱就来找我 他在说拜托你赶快送给他 后来我就带联友到他家去送地藏经 因为他爸爸后来在死 往生的时候癌症受苦的非常的难过 所以这个我们现在讲这个公案里面 那这个王姓富的梦境都一模一样 后来他们就告诉他一个彭信友人 也觉得很奇怪 那彭信友人就跟他建立说 那不妨试试看 那王姓富的这个奶奶 王奶奶这个太太 他就自己好奇 他想试试真的还假的 他就雇了三轮车 早期台北市那时候还没有计程车 不是很发达 都是人工去拉的那个三轮车 他就雇了一个三轮车 他就到中山北路五段双城街十巷 去看 这真的是有个李之北这个名牌 吓了不敢下三轮车 赶快跑回去 叫他先生赶快来现场看 然后等到他王姓夫妇进了李之北家里以后 李之北也没有等他们开口去讲一句话 他说哎呀你们来得真好 我每天在梦中见到我朋友说 台北市有一位王姓富要来他家把箱子拿走 你说嫌不嫌 那这个箱子的主人 就是托梦的这位鬼魂 他姓杨 那当时他在托梦给王姓夫的时候 就告诉他们王姓夫说 你们用杨某某的名利去拿回这个皮箱 他说我是在1949年的时候 那时候这个杨军是在国民政府厦门部队当军官 当时我刚好要撤退到台湾的时候 他把这个皮箱交给我保管 那我们中间有通过两三次的信 后来厦门失守以后呢 我们阴信就中断了 那现在他在什么地方我也不知道 这个李之北不知道他已经死掉了 但是这半个月来 我在梦中一直见到他 那王姓夫妇听完李之北的话 更觉得奇怪说 哇这实在太神奇了 那么李之北呢 就把这个杨姓金官的寄存的箱子拿出来 为了启信大家呢 就把箱子打开 里面真的有新西装四套 美金一百块 还有什么三十美的银沿 跟王姓夫妇的梦境完全相同 他们带回来以后呢 就不断的觉得说奇奇奇 以后红轮变说这一段离奇的英国抱怨的故事 我看好了 陈子 李之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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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